我們全國所有的 認真的 努力的 為藝術 在奉獻的表演團體 一年的經費才多少 全國的表演團體 一年也不過就才分兩億出頭 夢想家 兩個晚上燒掉兩億三千萬 那麼這件事情呢 引起了文化界非常大的憤慨 也因此催生了文化元年 我們現在就邀請文化元年基金會籌備處的 洪淳女律師為大家講幾句話 各位 大家好 我今天在這裡是以一個法律人的身分 也是以一個已經代表以及關懷很久的社會 跟文化運動的文化元年基金會籌備處的成員 站在這裡 跟大家報告一些我自己的感想 那因為有一些法律的條文 所以我要看一下稿子 第一 我覺得呢 我們呢一定要強力的監督立法院審議 兩岸服貿協議的時程 為什麼呢 因為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第九十五條就有規定到 當這個議案進入立法院 立法院會期一個月內如果沒有決議 就代表呢 立法院已經同意這個兩岸服貿協議的協定 所以現在立法院看起來好像已經經過了朝野協商 所以呢我們決定要來逐條審議 這一個兩岸服貿協議 看似好像為我們是嚴格的把關喔 但是如果呢在會期的一個月內審查 都沒有決議結果 就代表什麼呢 代表我們的服貿協議已經自動生效了 所以呢我要問的是 主條審查是不是一個陷阱 是不是國民黨之所以同意主條審查 服貿協議最主要的原因 第二呢不論是將一化院長 或者是呢對岸的國台辦發言人 對於我們呢對於提出這個兩岸服貿協議的質疑 他們都說的很簡單說 服貿協議啊它有這個緊急情況磋商條款 意思是說如果我們今天的產業呢受到了很多的衝擊的話 我們今天政府可以提出緊急協商條款 告訴對方說呢可以要求對方更改 可是我要說真的是這樣嗎 從法律上來看 提出這個緊急協商只是一種紙上富貴 不是說呢你要求對方更改 對方就要更改 而是說我們今天提出了以後 對方還要答應還要配合才行 我們本來就不期待政府替我們把關 我們又要怎麼樣期待對方來答應我們做任何的緊急的措施呢 這是第二點我要跟大家說明 第三點針對文化部我也有話要說 今天呢在這個兩岸服貿協議之下呢 我們做出了一個經濟影響評估 但是呢服貿協定同時 像剛剛王導演有說到 不管是對於出版對於表演藝術 對於各種文化事業都有很大的衝擊 那對於我們的言論自由出版自由也會造成衝擊 可是文化部沒有出來講過任何一句話 我上次質疑為什麼文化部沒有做文化影響評估 像人家經濟一樣做經濟影響評估 文化部說有啊我們有做 只是呢協議簽訂完了以後 我們現在才開始要做 而且呢問他什麼時候會做完 他們說不清楚 做完評估以後會公開讓我們知道嗎 他說不一定還不確定 這樣的文化影響評估報告我們要嗎 文化部竟然還大言不慘的說 這是他們負責任的態度 這樣子的文化部我們能夠滿意嗎 第四我們的總統呢 凡事就愛說依法行政 連帶影響到現在所有的官員都掛在嘴邊 到底什麼是依法行政原則 法律上呢的用意呢 依法行政是要求行政機關 只能依人民意見來做事 而法律就是人民意見的化身 所以任何沒有人民記意見為基礎的行政措施 都不可能是所謂的依法行政 沒有經過公開討論就黑箱作業 在靠法律技術呢 現在想要強行過關的兩岸服貿協議 這時候呢就算內容本身無懈可擊 它也早就已經違反了民主的精神 更何況內容上有這麼多的爭議 這麼多人已經站在台上跟我們大家說明了 最後我要說的一點是 請政府不要再拿法律來玩弄我們 法律也可以是我們反抗的用具 現在警察可以拿刑法上的公共危險罪 任意拘捕人民 我們一樣可以拿刑法上的濫用職權追訴罪 還有妨礙自由罪來對於警察 還有幕後指使者都提出告訴跟告發 同樣的政府立法院如果今天呢 你要再拿兩岸人民關係條例裡面 這個自動生效的條款來對抗我們 我們同樣也是啊 我們也是有法律可以對抗 我要翻一下唸一下 第79條之一規定受委託處理兩岸事務跟協商 簽署協議的人如果他今天逾越了委託範圍 對於國家安全或國家利益造成損害 可以處五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我現在要說總統負責談判的代表 你們不顧及人民的意願 你們已經逾越了人民委託你的範圍 而且呢也已經影響到了國家的安全和利益 違反法律的呢就是 還有違反國家安全的 就是你們不是我們 也不要再醜化依法行政這個詞彙 謝謝大家 來網路書店的創辦人 也是獨特生活網路書店的張天麗總經理 來為我們講一講 這種事情會不會發生 歡迎張總經理 蔡英文前主席 還有各位長輩 各位鄉親大家好 你們很辛苦喔 坐在下面 夏天真的很熱 我其實也是滿頭大汗 那今天呢 我可以說我是代表整個出版業 來這邊跟大家講幾句話 讓大家了解這個福茂協議 對我們台灣出版業的整個衝擊 那這件事情的確非同小可 重點就是說 我們在六月的時候呢 突然之間看到報紙說 政府在跟對岸的中國政府簽了一個福茂協議 那據我了解 幾乎沒有任何出版業的人 有事先得到諮詢 或者是得到這方面的一個情報 那這件事情 那個一旦媒體披露了以後呢 結果那個大塊出版社的好名義先生 他是國策顧問 他是馬英九的國策顧問 他是所謂深藍的人 那仔細的去調查了之後 發現這件事情 大大不可為 沖間充滿了很多玄機 請聽大家聽我講就是說 這件事情連深藍的事情 也覺得萬萬不可 所以呢他仔細的研究這個法條 因為我們大家我跟大家幾乎都是一樣 這個事情一出來 也沒有真的只是去看這個規章 到底發生了些什麼事 等到他研究了之後呢 才趕快召集大家 然後深入的去調查 然後呢在7月14號 跟大家報告 7月14號禮拜天 舉辦了一個出版業的公聽會 那分成三個層次 上面是印刷 中間是出版 下面是所謂的通路 書店通路 分三個層次去分別開了一個公聽會 那跟大家報告 基本上是所有人 只要出來站起來發言的人 統統都抱著一個很嚴重的質疑態度 沒有人站起來贊成的 我跟大家先報告一聲 沒有人贊成 因為在公聽會 所以大家應該可以暢所欲言 因為簡而言之呢 就是說對岸是 出版是不讓我們開放 但是呢印刷跟下面的通路呢 是讓對岸可以到台灣來投資 聽起來好像也還沒什麼關係 可是你知道在台灣 我們的出版是自由的 可是台灣的出版是非常需要通路 如果今天 你們今天想到說 台灣的一些書店 所有的書店都變成所謂 中國國營的出版社 卓營的通路來 這個經營 那你想台灣的出版 還有自由可言嗎 所以我們透過這一整天的公聽會 跟大家報告 這件事情呢 對台灣的影響非常的大 我相信 這個福茂協議對 所有行業多多少少都有嚴重的衝擊 可是出版業其實是非常重要 因為它影響到文化 它影響到教育 它影響到圖書館 它影響到我們所有 我們自由中國 自由台灣 它有的這些靈活的靈魂 那個一旦被牽制 那是非常嚴重的事情 所以我私底下 我沒跟幾個朋友講說 其實我們民進黨 作為一個反對黨 應該真的站起來 這事情不能再姑息下去 我也知道說 私底下有很多深藍或深綠的朋友 我們都覺得說這個事情 真的不是藍綠的問題 這是我們台灣 或者是所謂中華民國 一個未來生存 非常嚴重的問題 這個問題甚至於比核四還嚴重 請大家注意 這個事情比核四還嚴重 如果核四都要公投 那為什麼這個事情不能公投 不能有一段時間讓大家知道呢 所以希望 我們真的熱切的希望 民進黨能夠站起來 還有其他 不管是 這個親民黨任何黨 都應該站起來 因為這事情太重要了 我們大家要團結在一起 不再分藍綠 我想簡單二要跟大家報告到這裡 謝謝 多謝張總經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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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位 剛才 謝謝 你說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